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黑影TV 今天我们继续树莓派四壁的话题 树莓派已经到手好长时间了 从到手第一天开箱就跟大家说要做一个NAS 今天我们正式开始 在这几天呢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也做了一些调查 首先说硬件的准备工作 大家看我桌上摆了一个3D打印的树莓派的壳 因为呢我买树莓派的时候 它官方那个壳还没有发售 就是4B型号的壳 因为4B跟之前不一样了 这两个MicroHDMI还有它的布局都跟之前的三代不一样 所以之前的壳是不兼容的 那壳还没发售 而且呢我最近迷上了3D打印 以后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3D打印的相关的视频 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3D打印店 正好在我这边 新加坡家旁边就有一个3D打印的工作室就去了 这个壳呢是从很有名的一个3D打印的图纸的网站上下载的 那个链接我会放到视频的简介区 选了一个带40毫米的风扇的壳 为什么有多了一个呢 是这样的 当时打印有个小插曲 一开始打印的时候打印坏了 就是它那支撑没打印好 可能温度调有些高 它弯了 然后呢又打印了一板 但是我发现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能不能看清哈 这两部件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呢是一台商用的大概价值500多新 可能是3000块人民币的机器打印的 这边呢就是网上一直说最便宜 最适合初学者的那个A9 A8 组装的那台打印机打印的 明显的这个要粗糙的非常非常多 如果我剪片子的时候看 看不清的话 我可能会发一些近照在视频上 但是能用 不过精度上仍然是这个商用打印机做的好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买3G打印机 并且买来的目的就是仅仅自己制作自己的配件 那建议大家就买一台商用的打印机好一点了 怎么着在两三千人比上呢 如果大家是想学习3G打印 觉得有意思再买A9那种组装的3D打印机 但是因为商用打印机这台是打坏了的那个 所以就比较尴尬 它的这个底部这个配件是坏了的 但是上面这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而这边底壳的这个配件 这一部分呢是那个A9打印机打印的 我已经把它装上了 还是比较严丝合缝的 就是它这些 怎么说边角比较粗糙吧 它最终的样子是这样 是这样扣上的 在扣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这是一个散热片贴在它的芯片上 这些散热片是自带3M的双面胶的 是在国内淘宝买的带来的 然后呢这是一个40毫米的风扇 是在这边的电商网站买的 大概花了不到10块钱人民币 包邮 但是呢有个悲剧的问题 就是拿来以后呢 它的正负级这个线是反的 就是树莓派的这个线是要这样插的 在这一排最底下这一排针 从这边数第二个和第三个 是要这样插的 但是呢它因为这个正负级是反的 这种两pin的头呢又不能反过来插 所以呢幸亏我带了电烙铁 我就把这个电源线和风扇电机一连接在这 给它焊下来 重新翻过来焊了一下 最终也成功了 不过呢悲剧的是呢 现在不能组装 它最后组装起来的样子是风扇是在这 四个螺丝固定 插上这个 然后这么扣上去 应该是效果不错 它有四个这个口可以固定在比方桌子底下 就是反贴在桌子底下 没有装的原因是没有螺丝 我的螺丝还在寄来的路上 所以就只能先这样了 需要壳的壳的固定需要四个螺丝 风扇还需要四个螺丝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好下面呢说到做NAS的重头器就是要有一个存储硬盘嘛 对吧 我呢就用了一个USB3.0接口的外置硬盘盒里面放了一个120G的SSD 至于这个硬盘盒的DIY呢之前的视频里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这是个比较廉价的移动硬盘的解决方案 好在制作之前呢 我还要多说两句关于维派4B做NAS的事情 我觉得它已经具备了做一个NAS的基本条件 千兆网口和USB3.0 当然你跟商用的NAS或者是家用级别的专门的NAS 比方群晖来比它的性能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第一出于兴趣和DIY的乐趣来做 第二呢我需要一个小型的Linux系统去做一些开发测试 第三呢我有一个基本的NAS需求 我对它的速度要求呢并不是太快 比方说二三十兆每秒的传输速度我就能接受 我可以等 那其实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它是可以通过扩展卡去扩展SATA口的硬盘的 这个之后的视频我很有可能去做 因为我准备购入一台3D打印机去做3D打印相关的事情 那所以呢有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真的NAS 另外呢不管是我的跑步类的评测视频 还是科技类的评测视频 我希望呢杠精们呢就远离我的视频 就我不爱跟杠精抬杠 但是如果我真的跟杠精抬杠 你还真抬我 好吧 杠精们的观点是 不管你在视频里评测什么东西 介绍什么东西 开箱什么东西 或者拿什么东西干什么用 他们的第一个逻辑是 哎呀你好傻呀 买这个有比这更好的东西 好那说了这么多硬件 我们现在呢就切到树莓派的录屏 至于树莓派怎么录屏呢 我也会在视频的评论区告诉大家 就是用FMPEG的命就可以录屏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去在树莓派上搭建一个NAS 在这之前呢 我又把我的这个存储卡重新格式化 变成了一个初始化的样子 我们就从一个干净的树莓派的测试系统 从头开始 那我们下面就转到录屏的画面 好测试完毕 我们调优了一下录屏的参数 然后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录屏 开始做NAS 好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命令行窗口 之后呢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次做NAS的一些调查的经历 首先呢 一开始我本来希望用一个专门的 for树莓派的系统 NAS的系统来做 但是发现呢 调查了几个都不太兼容 最新的树莓派的型号 所以我就决定直接用SAMBA的协议来做 就是用树莓派的系统 让我们自己来配置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做两件事 第一 要把这个硬盘 接到树莓派上 一定要接USB3.0的接口 我们插上硬盘以后 如果你的硬盘本身是Linux能支持的格式 它会自动挂载 你呢 要把它给它退出来 之后呢 我们用Fdisk-L看一下 就能看到一个SDA的硬盘 多的SDA 当然你可能不是SDA啊 如果你插了多块的话 嗯 这一行大家不要在意 就是因为我之前已经格式化操作过一遍了 所以呢 它就在这 我们现在就从头演示一个没有格式化过的硬盘 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们直接Fdisk-EV-SDA 进来以后呢 我们用D回车去删逐分区 因为我只有一个分区 它就默认给我删掉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N回车创建新分区 一直就默认的就好 除非你想创建多个分区 如果就创建一个分区 就一直回车就好 全完了以后呢 按一下W回车都是小写 它会保存退出 然后这个时候呢 呃 我们用这个命令 makefs说白了就是给这个新的分区创建文件系统 ext4的格式 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开始创建文件系统结束了 因为我这个呃 USB3.0将让SSD比较快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 用Fdisk再看一下 对不对 -L 我们看到多了一个DV-SDA1的分区 大小是111个G 这就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还访问不了这个分区 那怎么办 呃 我们要把它挂载到硬盘上 挂载到系统上 怎么挂载 用mount命令-DV-SDA1 挂载到我们系统的MNT这个文件夹下 这时候我们再用DF-H看一下 就会看到 这个目录 这个挂载点挂的就是这个110G的新的硬盘了 就是它了 到这一步呢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新硬盘的安装 那它有一个问题 如果数学派重启 你要重新去用这个命令去挂载 那怎么办 我们把它编辑一下 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加一行 就这样就好了 大家只有最后两个一 大家应钞就行 其他的应该都明白什么意思 然后保存 这样下次重启它为自动挂载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磁盘的挂载 我们可以切到这个目录看一下 有什么东西 是空的 只有一个Linux默认的这个文件夹 好 现在我们的移动硬盘已经成功的连接了数学派并且自动挂载了 那下一步呢 我们给它测一下速 我们下载一个软件叫做HD 当然你也可以用DD命令来测速啊 没关系的 好 我们用这个命令来测一下速 好 它出来两个值 第一个值是从cash里去读这个硬盘 是819兆位每秒 之后是300多 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理论速度大概在30多兆每秒 就是这个移动硬盘跟数学派之间 这个速度我们还是非常满意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安装SAMBA的这套系统 SAMBA就是一个文件共享的协议 我们执行这行命令去安装就好 其实我做这些很多命令 我也背不下来 我也要查一些教程 所以大家不用去死定备他 只要知道会善用搜索就好了 然后过程中呢 他出了一个要安装一个额外的包 我们要选yes 好 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在MNT就是这个磁盘上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们就用makedir data就好 然后呢我们给这个文件夹赋予一些权限 先设定它的拥有者 是root这个用户和users这个group 之后呢我们设定它的权限 加这个-r大写的r的意思是因为它是个目录 这种命令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查是什么意思 没有兴趣的照抄就可以 好 这两个完毕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修改刚才装的smba的 我们简称smb啊 它的配置文件了 在lintons下的文本编辑器还是要用vi比较好 大家可以去学一下 非常简单的 在这里边呢我们有几个地方要改 现在我们先找到这一部分 在这部分呢我们直接加一行 然后我们找到homes这个这一块 找到readonly这一行 我们把它改成 把这一块去掉 然后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呢 最后我们要在这个文件的结尾 增加一段 做public common 我们这就可以随便写叫做 public storage 这个路径很重要 就是你刚才挂载的这个文件夹 创建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认证的这个用户们呢 就是users这个组 forcedgroup也是users 然后这一行叫做create mask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用户通过SMB协议连上去以后创建的文件 它默认的文件的权限属性 就是它的权限开多大 是0660 然后这个是目录的 之后呢 readonly是no 至此呢 SMB整个的配置就结束了 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之后我们 重启SMB的服务 好 最后呢 我们重启完服务以后 我们添加一个用户 直接用它自己的命令 添加这个用户 输一个密码 我们就输个简单的123就好 这时候就完成了整个树莓派这边的配置 现在呢 我切到我这台电脑的路屏 我们连接一下 试一下 打开一个文件夹 直接连接服务器 输这个树莓派的地址 连接 注册用户 用户名是Pi 密码是123 好 现在连上了 大家看有两个文件夹 大家进public的这个 Pi的这个文件夹 是你的这个Pi的这个用户 在这台数字派上的home文件夹 它不在这个上面的 进这个public 好 打开了 是个空的 现在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新建文件夹试一下 12345 七位树莓派 进到data 我们看 多了一个12345的文件夹 那我们就成功了 那下面呢 我们测一下速 我随便找一个之前的视频 大概有1.24个G 我们复制上来 大家看我的写入速度 大概是70多兆每秒 不到不到20秒就传上来了 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可观的 绝对满足了大家剪片子 或者做NAS的写的速度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写进来了 真的写进来了 现在呢 我们把它复制复制回来 我们看看有多快 大家看下载的速度 现在是60多兆 70兆每秒 也是一瞬间就下载下来了 所以树莓派的这个千兆的有线网口 还是非常的棒的 那本期视频呢 就告一段落了 在本期里呢 我们简单建立了一个基于SMB协议的NAS系统 我们呢 没有做全线这一部分的讲解 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留到下一次视频 去做一个详尽的 关于Linux SMB协议的全线的划分的操作 让大家的NAS支持多用户 并且不同的文件夹 不同的权限 不同的访问权限等等 好 本期的视频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转发评论 收藏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